為推廣《基本法》 從而使港大市民對《基本法》有全面正確認識理解 由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主辦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澳亞維視有限公司 澳門蓮花維視傳媒有限公司 及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 全力支持《基本法》宣傳微電影創作比賽 今年主題是《一國兩制》《基本法》內容 以及回歸後澳門特區發展新謀 歡迎年滿16歲本澳居民 及在澳院校就讀學生 以各洋話團隊名義參加 今次比賽設有 冠、亞、貴君、最佳導演、最佳編劇、 最佳演員各一名及優異獎 另設網上影片人氣大獎 截至交建日期為2015年9月30日 有關章情及參加表格 可登入以下網址 查詢電話2872-7338 一加一等於Giyomi 二加一 在基本法面前跟我說Giyomi 一加一 不會等於Giyomi 就連小朋友都知道我是會等於二 就好像《基本法》的條文一字一詞 就是二字禁詞 就是講講法字 澳門《基本法》頒布於1993年 99年10月20日 正式實施 九章145條 加三個附件 一切承諾都驚異 一一對演 一我兩制澳人子澳高度自治 澳門回歸做國後都依足《基本法》八字 無論定位好性 主義 權利和義務 都有規定 得到肯定 澳門人水中空 可以實現 《基本法》保護大家向夢想法治 無論紅黃黑白中 抑或性別 依靠《基本法》 每一座地向前 《基本法》 而我《基本法》 法治社會必須擁有《基本大法》 身為澳門市民應該要有個司法 《基本法》是我們的家傳之寶